大家好,这里是古运学堂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 人从来到这个世界就注定,早晚有一天会离开,因为人不能一直活着。 到了该离开的时候,就要离开这个美好的世界,离开最疼爱自己的家人。 每次想到这里,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面对,毕竟这一别,就是真正的生离死别。 确实,但我们不能违背天意,毕竟已经到了该离开的时候,又怎么可能一直存在呢? 不过天要收人,有迹象,这就代表老天爷带人离开时,会让一个人身边出现无种不幸,点个订阅,观看视频不迷路。 异样的梦境,梦境是一种神奇的现象。 它往往反映了我们内心的恐惧,愿望或担忧。 有时,梦境里出现的奇异景象竟然成为现实。 有人在夜梦之中遇见自己参加葬礼,醒来后却发现家中确实有人去世了。 这样的例子不胜美举。 比如,一位叫做玛丽的女士在梦中看到自己的丈夫乘着一艘大船离去,并听到她告别的响声。 第二天早上,她醒来时发现丈夫已突然病逝。 此后,玛丽经常跟人说自己的梦境与丈夫离世前的情景如出一辙。 这种预言性的梦境正是一种可能预示人离开的迹象。 灾难是天意的实验。 很多时候,我们遭遇命运的不公,总是抱怨为什么倒霉的非得是我,而不是别人。 实则人这一生,你所遭遇的,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,都是必须经历的。 我们唯有保持一颗豁达的心,去乐观地面对生活,人生才会有转机。 俗语有言,是福不是祸,是祸躲不过,既然躲不过上天安排,那么将遭遇的灾难,当成天意的实验去历练,我们才能焕发出新生,演员胡歌,前半生可谓是顺风顺水,专业表演学校毕业,一毕业就当电视剧主角。 主演的仙剑系列剧,成为经典之作,当时的他意气风发,前途不可限量,可有时意外和灾难,就是来得这么猝不及防,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,差点毁了他的一生,不幸中的万幸命保住了。 但助理在车祸中离世,自己面部也几乎毁容,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,一度让他抑郁,就在所有人以为他就此消沉时。 他在家人朋友的照料下慢慢康复,也从这场灾难中醒悟过来,通过那次灾难,他对生活有了重新认知。 人的一生,除了生死,都是小事,这是他的作用。 也是他如今生活的心态,既然我没死,就代表着我一定还有事情没做。 狼牙榜中梅长苏的这句话,他时常用来告诫自己,如今虽已年过四十,但拍戏之余,依然对生活饱含热情,留学,旅行,做公益, 以自己的方式热爱着生活,人生是一场旅途,有尽收眼底的美景,也有突如其来的暴雨,无论好的坏的, 坦然接受上天的考验,从容练就,一颗顽强的心,我们才会更好地向前。 还债,是天意的要求,欠债还钱,天经地义,这是亘古以来不变的处世之道。 还债不仅还的是钱,更是考验做人的品格,为未来积攒福音,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借钱容易,要钱难。 天道不可为,一旦违背上天意愿,强行满足一己私欲的人,终会受到惩罚,礼计,大学中有言, 祸备而入者,易备而出,不正当得来的财富,也会以不正当的方式散失掉。 欠债不还的人,不仅最后失去得到的财富,更会祸及家人。 知乎网友分享了自己的故事,早年间和一位朋友合伙做生意,为了公平, 起初得失都是对半分,但时间久了,朋友就起了歪心思。 各种投机机取巧,从中拿回扣,没多久,两人也因理念不合分道扬镳,散伙时, 朋友向自己借了一笔钱,数额巨大,但承诺两年内会归还, 两年时间到了,自己因业务发展急需前,想问朋友要回来, 结果朋友却各种敷衍推脱,最后甚至完消失,当他气愤难当时, 却刷到了他出国游玩的视频。 原来,朋友不是没钱还债,而是压根不想还, 无奈的他决定走法律途径,后来有人告诉他, 欠钱的那位朋友玩蹦及时摔断了腿, 父亲着急之下,血压升高没多久病逝了。 而妻子受到惊吓也流了铲,这让周围的朋友都不无唏嘘, 走到家破人亡的这般境地,谁能不说这是上天的惩罚呢?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富贵贫贱, 极雄妖兽,一切都是有定数的, 而唯一的变数就是自己,为人处事, 不要坑害朋友,要以成待人,顺应天意, 否则最后倒霉的不仅是自己,更会祸及家人。 生病是天意的提醒, 生病是上天对每个人的提醒, 无论是大病小病都要引起重视, 千万不要等到病无膏肓, 要是无医,才想起来关注, 到那时多少钱也买不回健康。 之前看过一个新闻, 有个企业家50出头, 事业正在发展之时, 查出来胃癌晚期, 一个月不到人就走了, 身边朋友都很是惋惜, 错愕, 因为之前都没有听说他身体不适, 但只有家人知道, 他的离世不是突然的, 而是有迹可循的, 原来早年创业初期, 条件艰苦, 出身贫寒的他为了跑业务, 经常饥一顿饱一顿, 胃酒出了问题, 可当时的他并没有在意, 认为年轻人身体好, 没事, 等到了生活条件好一些, 忙于应酬的他, 又经常喝酒, 熬夜, 有几次胃疼到吐了血。 家人担心不已, 要求他去检查, 他总是推托, 认为问题不大, 自己注意一下就好, 但谁也想不到, 一托再托下, 病情加重, 直到确诊胃癌, 而到这时, 他才悔悟不已, 原来之前生病都是上天在提醒自己, 但如今为时已晚, 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的本钱, 将健康放守卫, 人生才能有更多可能, 没了健康, 一切都没有了意义, 任何时候都不要忽视健康, 所有的大病都是由小病慢慢积攒起来的, 发现有不舒服, 要及时调整治疗, 不要为了钱财本末倒置, 不要为了欲望违背天意。 有句话说, 身体是不会说谎的, 一旦出现不适, 这是上天提醒你该注意了, 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, 才能为未来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, 人生最忌讳的是忽视身体给出的信号, 继续沉溺在外在的欲望需求中, 生命只有一次, 老天的警示并非无情, 希望我们能够尽早认识, 避免小病变大病, 大病变重病, 变得自私自利, 人是很复杂的动物, 但是人的初衷是善, 因为圣人孟子说过人之初, 性本善, 可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, 很多人已经远离了初衷。 在善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 有的人更是变得不认识了自己, 更加的自私自利起来。 当然, 人的自私也有善良的一面, 如果有人为了孩子, 为了父母, 为了家庭, 自私一些倒也没有什么, 这不过是人之常情嘛, 但是有一些人却为了自己, 把一些自私的事情, 强加在父母或者儿女的头上, 让家人们去承受一些事情, 那么这个人自私的不是一点半点了, 毕竟这不符合到的规律, 而这样的做法也非常的反常, 那么这个人自私自利的意义, 到底是什么呢? 除了空有一身臭皮囊外, 其实心灵已经很肮脏, 所以来说, 虽然自私是人的本性, 但是如果他忘记了初衷, 只想着建立在别人, 或者家人的痛苦之上, 那么这人会偿还完所有的红尘债务之后, 进入下一个轮回, 不过这个轮回自有归途。 狄更斯曾说, 一个人的命运如同他所负责的船只, 他虽不能改变风的方向, 却可以改变船前进的方向, 人的福获果报也都是自己造化的结果, 虽说生死有命, 富贵在天, 但当你伸开手掌, 你就会发现, 命运一直握在自己手里。 一年可见四季更换, 十年可见物是人非, 五十年可见生老病死, 一百年可见人间兴衰, 人生更像是一场充满苦难的修行, 归途是所有人都无法改变的宿命, 既然如此, 莫如放平心态, 接受人生的缺憾, 于淡定从容中, 参悟生命的真正意义。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, 自然有自己的使命, 但是却逃脱不了生老病死, 所以来说, 我们活在这世界上, 也要保持一个善良的心, 保持一颗敬畏之心, 毕竟人在座, 天在看, 问心无愧就好。